那你這節電我到底能賺到多少嘛 這是最現實的問題嘛 你以為你可以賺個幾千幾萬塊嗎 其實沒有 多少錢 因為他其實換算過來說呢 你每個月如果累計節電量大於2度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用他有一個計算公式 什麼扣掉扣掉這個 最簡單的來說 如果你是按照他的公式來的 每個月可以獲得節電回饋金大概88塊左右 有網友講說88塊我買一杯冷飲 可能都不只這個價錢了 如果你現在每一度花4.15塊 4塊多這樣就跟他買 你很有可能為了要發54億度的電 你要花超過220億的價錢 去跟民間買電哦 這個就是我剛一開始跟大家說的 哎 便宜的核電現在就不用了 現在發電挑貴的買 觀眾朋友今天好熱 對 今天明天會是這個星期 溫度最高的時候啊 今天高雄幾乎要爆破40度的高溫 而在台北市 體感的溫度更是高達41度 在這個時候台電推出了節電政策 說每天下午2點到晚上10點 要你揮旱換回饋金 你願意嗎 這是不是缺電的代價 今天我們告訴大家 下個月核三的一號機除疫之後 空出來的95萬千瓦的供電缺口 怎麼辦 少了每度一塊多的便宜核電 改買一度4塊的賣了燃煤發電 代價就是220億 大量購電的結果就是造成全民荷包大破口 今天請仁俊來告訴我們 政府沒幫我們撥算盤 告訴人民說清楚的事 我們今天算給大家聽 其實只要聽到節電這兩個字 說實話我們大家都舉雙手贊成 因為能夠節電就代表我能夠節省我的電費 但問題是台電推出一個新的節電政策 在網路上卻引發了討論 簡單的說法 他就說我們現在這個電力系統 不是大家都講說 夏天大家在拼命開冷氣 可能用電會緊縮嗎 那結果他就說 當你電力系統有需要的時候 你今天客戶可以自己選擇 跟台電簽約 就我家有幾台冷氣 你可以跟他簽你知道嗎 他用你種方式叫做遠端自動 將你用戶使用中的智慧冷氣 切換成為送風模式或者關機 所以他到了這個時間點 經過你的同意 他可以遠端從這個冷房變成送風 也就是他有一個用電管家 簡單的說叫做冷氣管家 我如果覺得電力上有需求的時候 我自動在遠端不用透過你 因為你已經跟我簽了同意書 所以我就覺得說 你家現在在冷氣 但我評估的狀態就這樣 你家的冷氣可以不用變冷的 變送風或者是關機 而且他執行的時間是在7到11月 時間是每天下午2點到10點 我先講剛剛為什麼在網路上引發討論 就是第一個 7月到11月不是一間熱的時間嗎 最熱的時候 而且每一天最熱的時間 又是下午2點到這個晚上 因為如果你2點很熱 我跟你講啊 像我自己的狀態是這樣 我如果白天都沒有開冷氣 晚上大概7 8點的時候回到家 我跟你講你冷氣就算開3個小時 你房子也不會冷 尤其我住在頂樓 其實我一想到7月8月你跟我談節電 然後節電的時間是最熱的下午2點 太陽下山到6點7點8點 都還很熱 你會願意為了節電 賺一點點的這個所謂的回饋金嗎 很多人在這邊熱議說 你政府這時候要跟我發節電 你是不是電不夠 所以拿一點點回饋金 要我幫你省一點電呢 當然大家會很好奇就講說 你這個節電我到底能賺到多少 這是最現實的問題 你以為你可以賺個幾千幾萬塊嗎 其實沒有 多少錢 因為他其實換算過來說呢 你每個月如果累計節電量 大於2度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用他有一個計算公式 什麼扣掉扣掉這個 最簡單的來說 如果你是按照他的公式來的 每個月可以獲得節電回饋金 大概88塊左右 你知道在網路上面 事實上有些民眾講說 對 你推出來這個方式很好 但問題是時間季節 是不是有點不太對 甚至有網友講說88塊 我買一杯冷飲 可能都不止這個價錢了 那你要我這樣犧牲 就是說我可能回去再開店 我要耗更多的這個店 來讓我的那個冷房效果 能夠達到的時候 那我要怎麼樣去贊成你這個 所以你知道他們現在全台 推出限額2萬台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額滿啊 好 你看到了 這個用電要開源節流 當然要開源節流 繼續我請任俊 好好的幫我們來算一算 馬上很迫切要面臨的考驗就是 下一個月核三的一號機就要除役 除役之後空出來的95萬千瓦的供電缺口 怎麼辦 台電跟我們講說 我們就買賣寮的燃煤供電啊 不是買就買耶 那個是名指名高耶 但問題是你現在這個質疑點 在政府來講不是買就買 因為我就是要買啊 現在看起來台電將跟這個 所謂的賣寮電廠的燃煤機組 繼續進行續約啊 那當然他們原先講法是說我們本來就有合約在 但是之前啊 所簽的這個電力的部分呢 事實上並沒有達標 所以他們用這個理由來說服大家講說 我可以來繼續續約 所以他現在說啊 這個賣寮電廠的一號機 預計從七月開始 會再演繹一年半啊 當然就他的算法 就是我們現在陸續有一些新的 這個所謂的機組也會進來嘛 那你陸陸續到了之後 你剛所提到這種所謂的發電的缺口 就可以補足掉 而且他說我預計可以發54億度的電啊 那問題是現在大家就很好奇啊 說我今天跟你這個民間電廠買電 買電一定有其成本嘛 那現在如果按照一般正常的這個推估 因為你還是要以他這個整個 僭越的價格來計算 但外界就在講說 如果你現在每一度花4塊 4.15塊 4塊多這樣 就跟他買 你很有可能為了要發54億度的電 你要花超過220億的價錢 去跟民間買電喔 這個就是我剛一開始跟大家說的 便宜的核電現在就不用了 現在發電挑貴的買耶 而且你知道喔 我們其實剛剛講核電現在平均計算的 每度的成本大概是1塊1.12元左右啊 那你這個價差裡面是不是就 差不多有在3塊錢上下 而且你剛剛所提到 其實不只是錢的問題啊 我們現在不是要求要減能潛碳 甚至要把這個碳排的部分 減到最低嘛 那你燃煤機組的部分 你本身就會造成環境空氣跟這一些 一些這個所謂污染的狀態 所以就有讓大家討論 你的經濟部長郭智慧不是也都講過嗎 說如果我今天法律允許的話 事實上也可以研議啊 還有你今天這個所謂的 賴清德的委員會裡面 不是也說要把核電這個東西 大家都可以拿進來討論 為什麼在這裡 你今天就已經決定 你要用簽約的方式 來延續燃煤機組的壽命呢 所以大家就在想 政府不是今年才剛剛 核拨千億去救台電嗎 照理講 開源節流是你最重要不過的事情 可是你不是在開大條 蓋小條 大家就在想 你這樣不是本末導致了嗎 而且補貼對很多人來講 叫做杯水車薪啊 因為你長期的整體的結構 基本上如果不正常的話 你怎麼辦 好 台電說沒關係啊 那我就開源節流 它怎麼個節流法你知道嗎 現在居然傳出來講說 台電原本今年預計要虧損2124億啊 那你4月不是調漲電價嗎 那你有補足這個收入 大概補了600億進來 加上你剛剛所提到的 撥補1000億 你虧損是不是達到所謂的500億 可是大家一定會算說 你虧損還是500億對不對 那你虧損怎麼辦 他說沒關係 他之前其實台電有些政策 是針對社福機構啊 學校這些 有一些就是要用電價補貼的方法 結果沒有想到啊 現在台電也要正式發案 給這些主管機關 教育部啊農業部這些單位說 我原先給你的這個社福學校的 這些單位的電 電價不好意思 我要要求要檢討這些優惠 而且要求各單位自行編列預算來處理 那我會講說 當你又叫人家來編列預算的時候 預算從哪裡來 公部門的預算不就是人民的納稅錢 所以你等於是又變相的講說 我現在不再補貼你了 然後從這一邊那個帳上把錢挖過來 可是那邊挖開的洞誰要來補 還不是要用預算回去補嗎 結果就說如果台電這樣喔 不再給這些所謂的社福學校這些 他有可能會省下42億元的 這樣一個支出喔 剛剛220億就這樣畫下去了 來省這個42億就是我說的 開大條的 競爭條的啊 而且在過去的時候啊 其實我們在調漲電價的時候 不是蔡政府那時候 把那個高中以下學校 立為動漲 然後後來電價再漲的時候 又把它擴盜到農漁業 跟社福團體跟大學對不對 結果2022年的時候 那個調整這件事情 2023年調整 2024年 台電說變就變 說我沒有要補貼給你啊 那所以就回來啊 你今天500億 你今天就算你補回42億 你還有400多億的缺口 台電你看到了嗎 今天是夏至好熱啊 今天是一年當中 太陽最大最炙烈的一刻 網路上居然瘋傳了 黃河熱道斷流 更可怕的災難現場 在這個地方 觀眾朋友 你現在看到的是180萬人 前往朝聖的賣家 熱破了51度 短短幾天 居然熱死了上千人 而這個人數還在增加當中 台灣呢 台灣熱成了37度C的烤番薯 為了讓人民用電 放心 郭晉慧部長要台電製作圖卡 來找電 結果越找越找 更凸顯缺電危機啊 郭晉慧部長我們先來看 地球上最大的人類的 這樣的一個遷徙的活動 就是穆斯林年度盛世 賣家的朝勁啊 在這一漲朝勁 高達180多萬的這個 穆斯林去參與 可是呢偏偏在 沙烏地阿拉伯 賣家那個地方啊 熱到爆 溫度已經高達 攝氏51.8度C 接近52度C啊 這麼高溫 都能夠把人熱到中暑 當然你想當然 這個因為這個熱 熱昏熱死的一大堆 然後包括失蹤的人數啊 光是在這個現場啊 你可以看到 安裝很多的灑水器啊 希望替這個 穆斯林的朝聖者 能夠去消暑 還設立有一些冷氣帳篷啊 但是有很多人 畢竟他沒有登記 也不能夠提供這個 朝禁啊 朝聖的人他們這個 降溫的空調設施 對 所以導致啊 光是阿伊集這個地方 他的死亡人數 因為熱死就超過600人 至少600人以上 在賣家這個地區啊 死亡人數也衝到 至少飆破900人 失蹤者啊 超過1000人 所以最新的消息說 死亡人數可能會破1000人 這麼多人死亡 這麼多人失蹤 那沙烏地阿拉伯甚至接獲 1400起 朝聖者失蹤了通報 所以看到這種狀況 這是沒辦法 這是他們穆斯林的盛事啊 熱到爆 已經熱出了人道危機 還有一個地方 南亞的印度 印度一熱 熱了要搶水 搶水居然爆發了這個可怕的場面 是我們知道熱的這個狀況 就是說會跟水有關 印度在這個德里的地方啊 印度我們是全球的人口啊 將近兩成18% 可是他們這個印度可以享用的水資源 只佔全球4% 光是在德里重要的水源 它的亞木納河 因為高溫的關係 然後水也不夠 那結果你看現在出動了很多的這個水車 民眾去搶水 要打劫那個搶水車耶 但現在水資源等於是在德里地區是最重要 搶不到水的人怎麼辦呢 那他們就想辦法 就拿東西 拿那個淘土淘罐啊 去丟德里當地的這個供水委員會 所以你看到 你看現在民眾都快暴動 拿著那個印度當地的 他們自己民眾一般生活的器具 就去砸 猛砸那個供水委員會 就罵他們說 你們為什麼控制水源 沒有辦法讓我們多一點水 但其實印度中央啊 跟德里的地方政府也很無奈 水就是不夠沒辦法 所以現在從這個阿拉伯地區 到南亞的印度都因為水資源 都因為酷熱啊 都受到這個這個遭殃啊 好我們看到了高溫炙熱 在中國華北的河南 哇現在是太嚴重了 我剛剛提到了 那個黃河斷流的畫面 等一下我要帶你來看 先來看看河南 怎麼會熱到這種情況 簡直是太不科學了 是中國南北已經出現 南撈北汗 這個華南地區淹大水 華北地區啊 竟然乾旱到這種程度 而且飆高溫 你現在看到畫面上 是大陸的民眾自己拍下來 有民眾自己在家裡面 陽台養殖了這個蝦子 結果沒想到變紅色的 動也不動 水溫過高 紅色是煮熟了耶 可以吃啦 你去想像 這本來是養殖了這個 小魚池 然後有這個蝦子 結果沒想到 好像變成一個火鍋一樣 這個湯鍋的蝦子 變紅色就可以吃了 那不只是這樣 電風扇也是一樣 那個龍這個整個 本來應該在轉的 沒想到因為河南的高溫 三四十度啊 甚至有的地方 衝到四十幾度 直接罷工了 你看那個扇葉 電風扇的扇葉 誰流來喔 融化啦 這個塑膠製品啊 你看那個扇葉 它怎麼轉 所以這種狀況都讓他們說 各地陷入了乾旱的困境 所以到處都好像 變得快變沙漠一樣 所以河南的民眾 就跪下來求雨 希望老天爺能夠多一點雨水 能夠天降乾淋啦 因為土地都乾河 河南有很多地方 他們種的是玉米 那這個土地乾淋水分就不夠 你玉米怎麼種得出來呢 更誇張的是 你種不了玉米就算了 你總不得要讓玉米曬成爆米花吧 玉米曬成爆米花 你現在看畫面 不是我亂講啦 這個玉米被爆米花啊 還沒收成 你就直接在現場 爆爆爆爆爆 老天爺直接幫你爆 你拿著鍋子去裝一個油 馬上就可以不用靠瓦斯爐煮火 荷包蛋就會煎熟了 是 這就是河南 而且不只這樣 有的人跑到從河南到山東啊 發現中國華北的乾旱 不是普通嚴重啊 是非常嚴重 中國最近的這個 極端天氣啊 你看到這個 你以為是什麼沙漠 還是哪一個內陸的這個土地 對不對 那我告訴你 就像 這是黃河 黃河啊 一滴水沒有耶 你會覺得黃河怎麼 對一滴水沒有 他真的在黃河 而且他跑到河道的中間 就是站在那個河道 應該是川流不息的河水 沒河水 所以他就在那邊拍一圈 360度給大家看 雖然這是在下游的山東地區 山東段 但是黃河斷流 都讓大家看了覺得 天啊 怎麼會乾旱這麼嚴重啊 好 導播我們來看這張圖 這個是夏至這一天的台灣 12點鐘日震當中 曬成了紅番薯 這麼熱的情況之下 人民用電的焦慮 跟著高溫一起飆上天啊 對 今天我們在看這個 5G報新聞的時候要注意 夏至的台灣 的確是一個烤地瓜的一個地形 那這個地方 有雙北 台北 新北 桃園在內 總共10個縣市 高溫拉緊暴 飆破36度C 所以大家還是要多補充水分啊 午後有些地方又有雷震雨 但是你看到沒有 夏至來了 全球包括台灣在內 都曝曬在高溫之下 對 那我們當然會想要吹冷氣啊 對 然後會想要這個 有一些空調 可是有些民眾 可能會說 我不敢吹冷氣 會不會跳電啊 這個時候經濟部部長 柯志威 星光上任三把火 他就有講啊 媒體在問他的時候 他說 我常常要告訴我的同仁啊 你要告訴民眾 什麼叫做缺電 什麼叫做電不夠 什麼叫做這個斷電 把梗圖做清楚 讓大家看得淺淺一抖 做不出圖啊 我回去就罵他們 所以果然 部長又罵人耶 圖就出來了 圖就出來了 所以他就會在那邊寫說 新上線機組的這個比廚藝 發電容量更大 比如說 河山一號機 快要退役了 除役了 這個他是發電量 裝置輪量95萬千萬 馬上有一個這個 豐德民營電廠的 豐德電廠 3號機 110萬千萬 他會補上去了 這個地方我們幫大家用 紅色框框框起來 這個豐德3號 我們很多朋友可能是第一次 看到這一間民營電廠 沒錯 看下去不得了 哇 他真的可以救援嗎 你來告訴我們 豐德發電廠 為什麼看進去 反而讓人更心不安 因為最近這段時間大家講說 河山一號機要除役了 完蛋了 我們的這個 河電廠是主要的發電 很重要的一個骨幹 雖然發電的這個佔比不高 但是我們就跟大家講 為什麼會提到豐德發電廠 要去補河山一號機的位置呢 因為豐德發電廠 還是在台南市的這個 山上區 然後這個到永康區這一段 這個地方 他在山上區的這個 台唐的農林保護區裡面 的一個民間發電廠 他使用的是這個火力發電 就是有燒天然氣 那用來穩定供應 包括南科尤其是台積電的 他的一個新廠的這個用電量 偏偏他的這個一期啊 之前他就傳出來說 佔用了這個綠地 違建很多 二期呢 發電計劃也爆發增益 為什麼 上次在台南市這個 永康道山上這一段區 帶18公里 有這個自來水管 在蘇沛管路 在維修 在挖的時候 不小心一下就挖壞了這個 豐德他的這個電廠裡面的 這個蘇沛線的燒天然氣的 供應天然氣的管路 結果才發現 管線怎麼那麼老舊 後來豐德電廠就承認說 不好意思 我是用的是舊管線 天啊 你這個燃氣的電廠 然後你要去燒這個 然後你用的是老舊管線 那不是地下的危險管線啊 然後要求廠商提供數據 這台南市政府 跟台南市議會 都通過說 要求你豐德電廠 你要提供檢測數據 到現在為止 還提供不出來 好 吳珍 兩個問題我們來看 第一個就是在 這個梗圖當中的 豐德發電廠 它的管線老舊的問題 沒解決喔 現在就是喊咖 擴廠的進度喊咖 咖在那個地方 居然被部長點名 要拿來救援核三一號機 能放心嗎 第二 我們現在 汽核電 選天然氣 或選發煤 發電挑貴的來用 你怎麼看 這個我想 兩個部分來釐清 第一個事情是說 大家現在很關心 台灣到底缺不缺電 那事實上 我們先來釐清缺電這個問題 缺電的部分 這個是現在 今天最新的數據 今天 今天到下午為止 我們的 被轉容量 是百分之十六點八 就是說現在 今天全部發的電價 要是一百的話 我們大概 只用了百分之八十四了 所以 以數據來看 事實上現在是 沒有缺電的問題 那包含剛剛主持人 提到這個豐德三號機 大潭九號機等等 其實之前 我跟各位觀眾朋友分享過 其實這個是台電 它本來在早年之久 就已經訂了一個長期的計畫了 那這邊上面是包含 它要退除役的機組 所以我們看到 核三一號機是今年 核三二號機是明年 那除此之外 除了剛剛提到的豐達之外 還有很多包含 這個大零機組等等 台中的CC等等 很多新的包含 燃氣燃煤的機組會上線 所以我們單純 以電力的數據來講 其實台灣目前為止 到接下來 到2030年為止 是不會有缺電的問題 這第一點 那再來 第二點就是說 缺電 雖然我總電量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能源配比上 大家滿滿意 所以確實這個 我們也要面對 例如說 沒有錯使用 相比於燃煤與燃氣來講 你使用核能 是不會有更多的碳排放 這點是沒有錯的 但是我想 使用核能的話 其實還是會回來 為什麼 以及民進黨的立場 我們一直是去反對 使用核能 因為核能的包含核廢料的問題 沒有辦法處理 到現在 還有全台灣各個縣市 我們最終還是沒有辦法 去找到一個核廢料的最終處置 所以我想其實 缺電的部分 其實數字講得很清楚 那最後 能源配比 大家要選擇 什麼樣的能源 其實這個應該社會理性來討論 好 剛剛提到的就是 我要非核家園 所以對於碳排 你就可以鬆綁嗎 好 今天秀領大我們來看的是 賣療一號機 我們連續追蹤了好幾塊一個月的時間 台電終於鬆口 經濟部終於鬆口 有 我們讓它的一號機 研議 研議是為了 就這個核三廠即將處理的一號機 空出來的供電缺口嗎 我們剛剛在討論的是 要就核三廠一號機 空出來的供電缺口的是 豐德電廠 當然這件事情 吳征的中央廚房裡頭 可能沒有辯護資料 所以呢 即便台電已經做出梗圖 來告訴大家說 我們要如何補 核三一號機的供電缺口用豐德 但是我想 郭智輝還是會 電這個台電人員 因為你做了一個梗圖 這個梗圖 把一個問題又凸顯出來 因為豐德電廠 現在出的問題是連台南市政府都不買單的 因為你在我台南市 你用舊管線在發電 萬一發生任何一項公安意外的話 誰要負責 還不是我台南市政府倒楣 所以這一題恐怕 中央廚房蠻難辯護的 所以沒有相關的資料 我先看這個先幫吳征講點話 他應該蠻為難的 就是豐德兩個字 現在不知如何辯護 那回來講賣療 我覺得賣療這件事情 一號機研議 那當然環保團體會非常的不滿 因為當時賣療的一二三號機 大家知道這不是天然氣 就是說他現在說我們不燒煤 我們盡量燒天然氣 天然氣的這個排碳量比較低 污染比較少 但是賣療的一二三號機 都是燒生煤的 都是燒土壇 就是空氣污染最嚴重的那一種發電方式 那現在台電告訴大家說 他雖然使用期限已經到了 但是我要讓他研議的原因 是我當年跟他簽合約的時候 就是說他發電可以發滿 發好發100% 但是他現在只發了70% 還有30%的Quota 我要讓他發完 那發完 因為他現在年限到了發不完 我就讓他延長到發完為止 我之前騙你們說 我現在讓他的空氣污染降低了 我把他70%發電 但是我告訴你 我要讓你們吸碳的時間更長 你雖然當時可以只吸70%的 煤炭燒出來的污染 但是我讓你吸的時間變長 這個有差嗎 這個沒有差我跟你講 你等於是把那個痛苦延長 總吸進來 堆在肺部的碳 總量 手痕嗎 怎麼可以這樣 所以我就問 你有沒有問過雲林的鄉親 你有沒有問過賣療的鄉親 你要他們用費發電嗎 其實這個氣象局的監測裡面 從2023年賣療的空氣品質出現 紅色警示的數據都非常的高 那證明點就曾經說 怎麼都那麼集中在賣療 這張圖看起來好驚悚 台灣綠色代表很健康 黃色可忍受 這個地方像發炎一樣 這個地方就是賣療了 因為它有三個機組在燒生煤 而且即便在2017年降載了這個70%之後 它還是燒生煤比例最高的地方 而且2017年降70%的時候 附帶條件是要改成燃氣 燃煤改成燃氣從2017到現在都沒有在動 為什麼它不能停機動啊 它一動的話又有另外一個電廠要來補 這一個發電缺口 台灣就沒電可用了 所以這整個一關卡一關的狀態 難道就要犧牲賣療人的健康嗎 台大的研究在針對賣療地區的民眾的健康 賣療地區的居民離癌的比例 是比其他地方高出1.29倍 那在過去呢 在美國種族歧視嚴重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訴求叫做黑人的命也是命 那這裡賣療人可能也要講賣療人的命也是命 不要再用生煤發炭來荼毒賣療人 今天好熱 台灣熱成了37度C的熱番薯 同一個時間我們看到了經濟部長郭志輝 他要求台電你給我做出梗圖 做出圖卡跟人民報告告訴大家不缺電 核三一號機退廠之後的這個供電缺口怎麼辦 想好啦 跟民營火力電廠買電 同時賣療的燃煤電廠延後廚藝 大家不用怕了 哇消息傳出大炸鍋了 對沒錯 事實上到底現在缺不缺電來說 我們這個行政院或是經濟部決定 硬起來就說好 我們現在要直接跟你直球對決 所以呢郭志輝他就說 我的這個作風就是公開透明 所以我要求台電在昨天下班的時候 要做出所謂不缺電的這個電卡 好那結果果然就做出來了 在20號的這個下午3點45分的時候 就發布這個圖卡說明 好這上面講你看 核三一號機廚藝會缺電 然後他打了一個大叉叉 他就說呢 因為新上線的機組呢 比廚藝的發電容量更大 所以大家不用怕 那裡面這樣講你看 廚藝的部分來說的話 有包括核三的一號機 95萬千瓦 另外還有賣療的二號機 60萬千瓦不用怕 你看我們這個 核三一號機呢 90萬千瓦頂上的是豐德三號機 有110萬千瓦 另外一個賣療二號機 60萬千瓦頂上的是 大潭九號機的112萬千瓦 所以大家不用怕 而且我們還會陸陸訓證 包括說像大潭七號機 新達一號機等等一大堆 然後也就是說 目前為止我們的倍轉容量 可以約莫維持7%左右 大家都不用怕 缺電的一個狀況 可是他這樣講的時候 其實有相關人士就指出來說 你這個圖有點怪怪的 為什麼有點怪怪的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裡面有頂替 就是說新增 新增是大潭九號機 112萬千瓦 但是你知道嗎 俊項 原本的大潭九號機 是在這個時間 它在2023年就要上線了 也就是說當時是 因為核二的關係的時候 它當時是要用它來頂替核二 核二都已經完全走入歷史了 對結果它是延到現在來說才上線 那你這個到底是那之前的缺 那到底是用什麼補呢 沒有說清楚 反而是漏了更大的線 然後原定在這個2023年上線的 這個新達燃耀機1號線 也是延到今年下半年才上線 所以你過去應該要補上核二的 都現在才來 那你現在又說 未來又有店可以補 大家都覺得說 那你這個是 到底你是要補核二 還是要補這個麥寮 這個是不是有一點點 好像有點漏線的感覺 好除了這個大潭九號機漏了線之外 我比較在意的是這個 核三一號機 退掉之後的這個供電缺口 這邊給答案了 豐德三號機可以供上來 而且保證夠 用好用滿 本來讓你心安 這一看下去不得了了 心更不安了 對沒錯 那豐德來說的話 它三號機有110萬千萬 會取代核三的一號機 那但是問題是 很明眼的人都知道說 這個可能不太行 為什麼不太行呢 我們知道說台南的這個豐德電廠來說 它目前有一個二期的這個計畫 但是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申請這個電業執照來商轉 但是因為收到之前的居民不斷的抗議 抗議之後就說你們這個 這個陷入老舊 而且回饋金有一些爭議的問題來說 當地的立委陳廷飛要求說 你要完成評估報告 不然後來都不能夠商轉 這好像你要用豐德三號機的來取代這個 似乎也是有點困難的這個局面 就像我問你我們要已經成立這個 這個所謂氣候偏見委員會了 但是我們目前的環團就說 那你那個三接不能夠建 要停建對不對 然後賣了一號機能 不能夠這個展延這個合約的這個狀況 為什麼 如果三接停接的話 那我們知道 我的氣就進不來 我的天然氣發電就通通 算不進我的供電裡了 我們大潭電廠的這個工地的這個三接 沒辦法送上線的話 那大潭電廠不是就沒辦法用嗎對不對 那尤其是我們目前為止 卡在一個什麼關卡 因為我們這個三接接受 這個海岸的這個 利用的許可的訴訟案 目前為止 被最高法院發揮沖塵 也就是說這個似乎是 還要再走一個程序 如果再走一個程序的話 那你台電說的 所謂的 我要取代目前為止 這個因為除疫的這個缺口 好像你是完全補不上一個狀況 怎麼不擔心啊 我們剛剛還沒有講到綠電 觀眾朋友 2030年之前有10座至少的數據中心 都是高耗能高耗電 要來台灣 那Amazon跟你講我要綠電 NVIDIA跟你講我要綠電 你要知道台灣綠電超過九成 都賣給了台積電 那你綠電 這家都不夠啊怎麼辦 對沒錯 事實上這個綠電的問題 恐怕這個雖然積極在發展 但是目前為止也不夠用 為什麼 最新的消息就是黃仁勳 他說我們要來台灣設立這個研發中心 還有超級電腦以及總部 但是他說因為他目前為止都要求要這個買綠電 所以他傳言要採購上百億度的這個綠電 大家聽到這個商機當然是很讚 可是問題是電在哪裡 為什麼 因為目前為止 鴻海也已經開始在要佈建 所謂的超級電腦 還有他自己本身 因為這個所謂ER100的這個關係 他也要採購這個相關的綠電 所以他就說2030年 我也需要100億度的這個綠電 然後台積電更不用說 台積電的目前為止來說 都要用綠電的這個產能 他也需要大概180億到240億度電 可是軍相我問你 我們去年的綠電交易來說的話 多少 多少 17億度 差這麼多 所以你看 怎麼夠 他們三個加起來的話就是快要400億度 等一下你才交易17億度 所以看起來的話如果你要看 你要讓他們能夠直接取得這個綠能的 相關的憑證 甚至綠能的狀況 恐怕有相當的問題 那你要說 不對啊 這個我們政府不是在弄什麼風力發電 還要弄太陽能發電嗎 可是問題是就像你知道 如果你去看我們現在的再生能源 包括這個離岸風電跟太陽能發電來說 目前的比例10%左右就很難突破 而且我們計畫是要到20% 這個難度太大了嘛 那尤其是目前為止來說 我們必須說目前為止的一些離岸風電的這個 這個電廠 或是說一些暗場的設立來說 好像遭遇到蠻大的阻力 為什麼遭遇到蠻大的阻力的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三支一起的 甚至一起你看完成簽署 這個是 這個開發商兩個是完成簽署 然後還有兩個 還有三個就說 我們表達意願 但是要延展展延這個簽署 然後另外甚至還有兩家已經暫停開發 也就是說三支一 這是三支一 三支一是計畫是2026到2017年 要並往進來 結果你看 有些人要展延 那有些人要暫停開發 所以看起來的話 原本的進度是沒辦法達成的 他們都要延後一年到2027到2028 那甚至還有 這是三支一的這個期限 那另外還有三支二的期限 那三支二的期限 那三支二期限的業者就說 我們現在可能三支一都做不到 我們三支二怎麼可能做得完 所以看起來的話是 完工的日期又要往後延 那甚至有業者說 希望能夠砍掉重電 你就知道其實風力發電 目前為止似乎也遭遇到 你要往上衝 好像這個動能 沒辦法往上衝得很快的這個關係 另外包括說像我們 六月的時候環境部又提出一個 我們要把三坡地的這個特定的農業區 要納入環瓶啊 那過去我們可以把它切割成一些小農地 我用這樣來規避環瓶嗎 但問題現在沒辦法 如果你都要三坡地或是特定農業區 就一定要環瓶的話 那看起來的話你就不可能有太多的 這個太陽能發電的這個暗場 可以讓你做嘛 所以對他來講的話 這個你看從台電的梗圖 然後一直到風力發電跟太陽能發電 目前為止好像也遇到一些瓶頸來說的話 到底會不會缺電 我覺得台電的梗圖並沒辦法 解釋人民心中的疑惑 好 聽完這裡 欸 柏毅 今天部長要台電弄了個梗圖出來說 不要擔心 核戰一號機退場之後 我們後面補得上來 哇 看完之後我心更不安了 沒錯 我也更不安了 因為他把乾淨的能源拿掉 用費來取代你剩下的能源 拿人民的健康開玩笑 就是郭智輝新部長他最大的政策 對國家好不好不重要 梗圖做得快不快 居然才是綠營的首選 這種事情對人民要怎麼來交代 要知道郭智輝 因為之前在業界待過 所以他剛被選任當部長的時候 被認為是最受期待的賴政府官員 他的發言一開始也相當的不錯 說什麼 核能是乾淨的能源 安全無瑜 並且修法通過的情況之下 核電廠研議是有機會的 他會來關注一下 竹科蓋小型核電廠SMR的事情 有一種不分顏色 只論是非的風鼓 就沒想到 他跟綠營高成一個參會結束完之後 通通都變了 完全改變了 他說核電是沒有考慮的一部分 非核家園的態度沒有改變 宣誓四階一定要改 甚至更好笑 他說為了省電 不必每個房間都裝冷氣 一廳三房裝兩台就夠了 這個王美花花也太快了吧 王美花之前怎麼叫大家的 要聰明用電 然後要一些麵包店呢 平常不要烤麵包 三斤半夜再烤麵包 因為店價比較便宜 這個居然是經濟部 居然是之前的蔡政府 嘉欣在賴政府 叫民眾審定的方式 近期啊 全台各地 新北 新竹 桃園 台中 彰化 屏東 連小琉球 台北市的內科 西門町 都跳給你看了 連他自己的高雄 圓林 好不好 林圓 林圓 都一樣跳電 請問一下 這個不叫缺電 那什麼叫缺電 我覺得綠營 很多人為了政治利益 為了他們選票考量 真的把眼睛蒙了起來 完全不管現實是什麼 什麼話都敢說 這種只為了政治利益 只為選票考量的執政黨 我們人民真的不要忍耐下去了 如果基礎縱容下去 那我跟各位報告 以後我們可能是 135跳電 246停電 因為接下來能源政策 如果不持續改變的話 不只傷了是你我的荷包 還會傷了我們整個國家 對於未來 對於高科技的發展以及前景 楊明你怎麼看 首先 這個我們的郭部長 在經過黨內的震撼教育 洗滴人心之後 現在已經跟黨同一個步調了 他說他的作風就是公開透明 把資訊公開 要求台電做 不缺電圖卡 不是啊 這個台電你知道 台電官網 每天都會告訴你 我們今天有多少電 我們能發多少電 然後呢 我們這個什麼叫做什麼 倍轉容量率有多少 現在已經有了 不需要額外做圖卡 電力缺口發生的時間點 真正的時間點 是在核三廠的一號機跟二號機 逐漸除一丸 然後呢 當你今天用其他的能源 其他的電廠來替補的時候 我們最關鍵是什麼 最關鍵如果你用火力 到了冬天 是不是要減少 它的這個所謂的污染 就會被限制 它的這個發電的效率 包括 我們現在總統不是成立一個 氣候變遷委員會嗎 裡面就包括了能源轉型 這樣的議題啊 所以可是我們的火力發電的比重 還是有將近八成左右耶 天然氣加燃煤加幾八成左右的這個 火力發電的這個比例 還是很高啊 那所以我說現在郭智輝部長 我只希望 其實現在講跳電缺電沒有意義 因為真正時間點還沒有到 還沒有到 但是我希望部長務實一點 做好完整的準備 如果明年核三廠全部除役之後 接下來能不能給老百姓一個安穩 穩定而且不會跳電 而且呢可以舒適 不會漲電價的能源供應的架構 四月電價到底是漲還動漲呢 藍白聯手直接先要求經濟部 你先提出能源政策的檢討報告 在此之前電價要全面動漲 而民進黨團呢 他們警告這會加速台電破產 別只是恐嚇人民啊 我們就問 這是誰造成的走到今天 為了不讓台電破產 發債籌錢電價調漲 結果推升了通膨 央行升息 台電更扛不起債 背後是藏著怎麼樣的 超完美的死亡螺旋呢 是啊這幾波這個電價的問題 其實很多民眾跟商家都很擔心 已經開始有點悄悄喊漲的情況 甚至很多電家的東西 平衡東西趕快先被掃一遍 怕以後買就要漲價嘛 那今天立法院呢 其實包括央行台電還有經濟部 都到立法院做所謂的專案報告 但是回答的東西讓大家很不滿意啊 尤其這個央行總裁說什麼 他說現在我們的CPI 也就是消費者物價指數 大概就破2 2點多 但是問題是他說 很多國家都破3 所以台灣這個漲算是溫和了 你知道嗎 哇聽到溫和這兩個字 讓所有立委直接氣詐 什麼叫溫和 你過去說這個破2是怎麼樣 是因為電價漲 所以呢 央行申請的辦法是避免物價波動 所以你現在說溫和這兩個字 大家不買單嘛 你知道我今天看到了這個背群的過場 我只有一個問題 誰逼我們的總裁閉嘴了 你知道 總裁在上個星期五 就是擔心通膨會因為電價一條漲 整個吹上去搶先升息半碼 你如果沒煩惱你想怎麼升息 就是因為擔心通膨 結果今天被叫到立院 改口說溫和了 誰逼他講法改變了呢 誰逼他閉嘴就是政府嘛 一句話那麼簡單 我們會調出了資料 2023年其實當年 CPI其實是調到2.58 可是大家想一下 去年央行有做什麼樣的升息情況嗎 基本上都沒有 那你這個時候突然 2點多 今年2點多的時候 你就升息了個半碼 那你不是本來就預期說 有可能會造成物價波動 所以你才趕快升息 來抑止所謂的物價嗎 所以去年的CPI2.58 你都沒有升息 現在2.0幾 你現在在升息了 是不是預期 後面會標迫這個數字 先壓下來降溫再說 所以回過頭來 他講說CPI很溫和 那是不是另外一種口是心扉啊 這個完全是口是心扉 而且是簡單粗暴的口是心扉 因為漲價民眾是最有感的 現在小吃店跟業者 還有包括民眾 達成一種恐怖平衡 過去我們買一個便當 說可能60塊錢 現在可能60塊錢 它裡面的菜都剩一半 你知道嗎 香腸變一半 那雞蛋變一半 現在還出去什麼 東區 東區有一個非常熱門的麵包店 它麵包店呢 其實在下午出的時候 現在都被民眾搶光光了 雖然那麵包不便宜 一條可能要到200多塊 可是你被民眾搶光了 為什麼 第一個好吃之外 他們會害怕說 以後如果漲價之後 我要吃就很困難了 一條200塊的麵包 以後半夜才能烤麵包 對 一條200塊的麵包搶什麼 這麼貴 沒有 你嫌貴 以後會更貴 以後會更貴 而且重點是 我們自己的這些主計處長 其實也搞不清楚狀況 我們最喜歡吃的什麼 叫台鐵便當 過去在這個電台服務的時候 我中午也常常跑到台鐵去買便當 因為第一個很便宜嘛 一個便當 排骨便當60塊錢到100塊錢 不等 那現在今天主計處長在立法院 被立委問到說 這個主計處長 你知道現在台鐵便當 一個最貴要多少錢嗎 他說150塊 哇 完全不食人間煙火 不知民間疾苦 現在台鐵便當最貴的是100塊錢 那60塊之後 他也收到這些物價的波動 未來要改所謂的限量版來做推出 因為你賣太多賣一個虧一個 所以他未來要改成限量的情況 那像他看說電價漲了之後 坦白講 立法院有一些工法 立法院包括國民黨團跟民眾黨團 在禮拜五希望要提案 提出電業法的修法 希望能夠動漲 只要未來立法院沒有通過 這個電價是不能夠漲的 所以四月電價漲漲幅平均11% 短短幾天明月要炸鍋 結果藍白聯手扣下第一槍板機 不准你漲 除非你先提據你的能源檢討報告 要不然就動漲 但是問題是經濟部沒有在怕 經濟部還說我們尊重立委的討論 但是呢 電價漲是我們的專業判斷 所以應該說讓專業的來嘛 可是問題是你們的判斷有在專業嗎 我們就問過去這幾張包括一些圖卡 怎麼麵包房 一天成本兩塊錢 大家做什麼時間電價 說你一天大概漲三百多塊 這個圖卡一一被打臉 現在又出現所謂最新圖卡 現在包括說 沒有其實我們自己的這個電價 也不是只有我們在漲 法國也在漲 他說法國你看 他即便他核能佔了六成 可是人家這兩年也是漲電價 漲了160%跟22% 連兩年都調漲 那我們怎麼不怕法國呢 所以啊你漲電價 你不要看他說我台電 沒有你看這種全球第一的核電大國 他電價也很貴啊 可是經濟部還是沒搞這種狀況 台電也沒搞這種狀況 這個法國之所以 他所謂的核電大國 他佔了六成左右 他甚至當時可以把他多餘的電力 賣給其他歐洲各國 在全歐洲呢 只要有收到法國的這個電力 大概佔了15%左右 那我問你 既然電是最 核電是最便宜的發電方式 他又佔了超過六成 那為什麼要漲電價呢 這個就是經濟部跟台電沒告訴你的方式 他只跟你說 法國一樣也是漲電價 但他也沒告訴我們說 法國為什麼會要漲電價的關係 其實法國坦白講 他全 他全國裡面 其實坦白講 都是佔這所謂的核能發電佔了六成 那因為最近這兩年 因為遇到極端氣候的影響 我們知道 核子反應如需要海水來做一些冷卻 那水就好 不一定海水 河水也可以 但因為極端氣候關係 所以導致河水跟海水溫度都升高了 所以你沒辦法做即時冷卻的動作 那再加上法國這一兩年 我坦白講 他們遇到了罷工情況 所以你的核子反應如果是核能發電廠 要進行稅修跟安檢 沒有人力啊 我去年去法國的時候 還曾因為罷工情況 我當場在地鐵上被趕了下來 說你自己走回去 我們地鐵不開了 你就知道 法國的罷工情況是很嚴重 所以絕對不像台電跟你說 人家這個核能有佔六成 但是人家還是虧數 還是要漲電價 沒有這回事 所以台電說真的 你就搞清楚狀況 你就不會再出包了 好 漲電價 所以你要用縮鐵要來捍衛政策 這個天經地義我們都可以介紹 可是可不可以不要這麼不接地氣 荒腔走板的縮鐵看完了 我們再給大家看到是台鐵沒有告訴你 是他們的財務結構 背後居然隱藏了 政府告訴我們說 漲電價是為了救台鐵的財務的虧損 跟那個錢坑 不 漲電價背後居然啟動了一個 要命的死亡螺旋 是啊 漲電價的原因很多 那坦白講 台電告訴你說 是因為成本太高 其實坦白講 這個話只有在一半而已 那另一半是什麼 坦白講還是政策錯誤 現在國際的一個信品公司 叫所謂的這個標普 他的子公司叫中華信品 那現在他就分析說 為什麼台電會虧損的情況 分析了四點 包括第一個 我剛剛講了 我們的發電成本比人家高 再來就是說 我們大量的投資 所謂的再生能源 所以產生了一些負擔情況 再來就是說我們之前的公投情況說 2025要除核能 另外包括說 政府過去長期壓制電價 所以你變了一下暴漲之後 民眾受不了 那接下來他又推一個新的論點 就是說 因為央行升級半 所以造成台電的利息負擔增加 從原本的1.5兆元 增加到多少 1.75兆 可是問題是 坦白講這些問題是 你投資綠能政策 這才是最主要原因 而不是說 為什麼這個1.5兆會變到1.75兆 因為你台電現在發展所謂的綠電 你所謂政府 你現在投資所謂的綠能發電 所以你不需要基礎設備 你要帶頭衝 而且基礎設備是最花錢的 而且你要當領頭羊的角色 所以變成說這個綠能建設 變成說台電虧損的最大主要原因之一 那我們就看前瞻計畫的800億中 光是綠能建設的總投資金額 達到多少錢 達到4200億幾乎一半 幾乎一半的 那坦白講你說台電有錢嗎 當然沒錢 你看中央才投入多少錢 200多億元 那你台電就要投資到400 4000億左右 那你沒錢這4000億怎麼辦 對 所以就要舉債 就去借 就要去借 所以產生環環相扣的利息 你看我們在出示這份圖表 台電帶同當領頭羊 來衝所謂的離岸發電 預計在2030年的時候 要達到總投資要到 這個3300億元以上 所以你就知道這是個坑 那我們就去調了一下資料說 台電到底舉債多少 我們知道2017年的時候 它發行所謂的綠色債券 什麼叫綠色債券 就是綠能的所謂的這些債務券 你要大家來幫忙買 那現在2017年的時候 其實有500億 那我們直接看到2019年 2019年700多億 然後2020年的時候800多億 那看看2021年還看起來 就只有這樣一點 到600多億 但是2022年抱歉 達到了快將近1000億 你知道嗎 所以2023年直接破1000億了 所以與綠電之名去發行公司債 去跟民間來借錢 拿來的錢 剛好去補這個4000億的缺口 然後通通拿去做綠電的基礎建設 好我就問 你的所謂的這個發債 在一年比一年高 你借了這麼這麼多的錢 這不是無本的 這要繳利息的 可是回過頭來 你因為你漲了這個店價 然後央行怕通膨 央行怕通膨 所以去調高淡馬的利息 這就是升息了 是 最後你繳行的壓力 不是又壓在台電身上嗎 所以變成一年 我們要繳好幾十億的利息 光利息就要好幾十億的 你說真的台電怎麼會賺錢 台電根本不會賺錢 那今年台平常來過幾個月 現在才三月而已 我們一月的時候 已經有發起所謂的公司債 已經到100多億了 149億了 可是坦白講 你現在的情況 始終難追憑你所謂的資金缺口 所以你的破洞是逐漸在破大當中 那這個破洞來自於哪 來自於能源政策錯誤 這才是追根就你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人群你看到 整天的從台電經濟部 為了讓人民不憤怒 所以說鐵一直出一直出 你出越多人家越憤怒 你為什麼 你不激滴氣啊 你無理啊 所以我就問 你有時間你賺錢有沒有 你怎麼不好好去思考 我們剛剛講到那些 能源政策呢 而且你其實發現 大家出的這些縮貼 其實就是告訴你說 電價一定非得漲不可 但是全民要把它給吞下來 所以經濟部之前 才會出那個荒謬的講法說 你不要把調漲物價這件事情 怪罪到電價上面去 那老實講 第一個這叫做鴕鳥心態 為什麼 你漲價可以 但不要拿我的事情來當作理由 這樣我就不會被罵 可是問題是對於民眾來講 你寫再多的縮帖 我等到電費帳單來的時候 我還是要付錢啊 對 並不會因為我看了你的縮帖之後 我就付得心甘情願 因為對於民眾來講 供電端是什麼 供電端是台電啊 台電的這些所謂的 電價的掌握 跟它的能源的這些狀態來講 是由誰來負責 是由經濟部來負責啊 你一個告訴大家 我要漲價的單位 不斷的出縮帖 來告訴大家 講說我這個是必須的 我是怎樣 民眾其實也只能被迫接受 他能做什麼 甚至你今天居然還講說 那你今天因為付出的成本 你也不能轉嫁到我上面 因為你可以罵 但你不能說是我害的 對於民眾來講 當然會覺得 你與其去搞這些縮帖 為什麼不好好整個盤點 我們的電力政策 每次只要談到電力 就說台灣不缺電 每次只要談到電力 就說台灣沒問題 結果我們現在 真實遇到的狀況是 有時候你要用電的時候 沒有電可以用 然後呢 等到你今天願意花錢 說我付電費的時候 他告訴你不好意思 你付的電費會越來越貴 那你想想看 對於民眾 他的感受會好嗎 淺秋你怎麼看 看到俊相講的 關鍵字叫死亡螺旋 現在其實企業來講 不只是小老百姓很苦 企業來講 根本是到生死存亡的關頭了 你說我們把所有預算放在 綠電去發展對不對 應該啊 因為沒有綠電的話 他不能活你知道嗎 如果根據全球產業的供應鏈 探中和要求 到未來台灣所有產業要出口 必須要百分之百使用綠電 但我花再多錢 有沒有辦法買得到綠電在台灣 我告訴大家 光是現在漲25%的電價 廠商還買不到 而且買到最貴的糕點 為什麼 因為美花邏輯平行宇宙 他告訴大家 我們可以2025達到20%對不對 後來下調 15%對不對 告訴你到2022、2023 都還只有8點多 顯然要達到15% 都還有困難 因為整個產業失衡的結果 到的時候核電沒了 核電現在已經整個掏空 在電力的這個底下之後 然後三接現在有官司問題 進不來 我還不用講說萬一兵凶站尾 和天然氣進來怎麼辦 然後基本的燃費 用我們廢發電的那種煤氣發電 比例下不來 本來要到三成以下 現在只會越來高越來高 要爆五成了吧 那我們用廢發電的結果是 我們口袋一直在補債務 綠電補不足 企業生死存亡 它根本到時候連出口都有問題 我告訴你 現在店家他們可能負擔不起之後 未來說不定產業逃亡潮都可能發生 在台灣電費不要高 我在法國我在哪裡電費高 那又怎麼樣 我還可以負擔的請就地生產 就地供應鏈 可以買到便宜的綠能 然後再去生產 再去出口發行 台灣不是 你花了再多的成本 還是沒有辦法符合國際標準的要求 政府的產業失能 是殺了老百姓的口袋之外 也把這些企業都殺死了 萬一知道還有誰敢來 這會是台灣未來產業是 全面性崩盤的大問題 是 四月漲電價 把台電變成了瘦氣包 他覺得很冤枉 但我們今天說 台電你一點都不冤枉 今天藝修給我們更多的獨家內幕 來告訴我們 他們怎麼亂花錢 怎麼亂塞人 怎麼隨便酬庸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後面還竟然還有總竟人 總竟人來幹嘛 總竟人不是平平盤盤 他現在是荷包賺滿滿 全民來賠帳 可惡到極點 為什麼呢 今天在3月7號的時候 立法委員黃國昌 就揪出了一個肥貓 那個肥貓叫什麼 叫做減伏天 這個人過去名字好像很少出現 我跟大家講 他有一個直屬下屬 叫做徐永輝 你絕對認識他 為什麼 2019年呢 我們所謂的以和養育 大辯論的時候 這個人本來是一個永和派的 突然他變成反和派的 而這個誰 減伏天就是他的上司 而兩個人呢 就像坐著直通車一樣 哄哄哄哄 我就升官了 那這減伏天最近呢 他要來退休了 他退休之後呢 他直接轉了一個高薪的單位 你聽都沒聽過 叫做大電力研究所 這研究所是什麼呢 這研究所啊 是過去在小蔣時代來成立的 他本來的職能是什麼 是研究電能 研究這個台電出事情的時候 一定要有一個智庫型的機構 一定要有一個研究型的機構 沒有錯 經濟起飛靠他 但經濟起飛完之後呢 養肥貓也靠他 民進黨把他無痛轉嫌 剛剛前舊姐講到 這什麼 這叫做綠色真是個好生意 這個生意真的好啊 而且更扯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個大電力研究所 當年被民進黨炮轟啊 說你2012年的時候 你馬英九油電雙碗 氣死人有什麼 這個到現在呢 你當時的這個高薪轉肥貓 譬如說剛才就講 林家長就痛批喔 林家長立委喔 那時候的台電總經理叫圖正義 你怎麼可以轉到大電力研究所 去當肥貓呢 可是你知道嗎 這個減幅店也去大電力研究所 綠能你不能 更不能的是什麼呢 這個轉型這種 我們知道吧 譬如說這個退府會有這個新自備的 這種安插人士的 好 可以理解 可是連安插這種事 連轉這種事 他肥貓還可以upgrade升級啊 中的變當的啊 為什麼 正常來講呢 他的直接只能做總經理 因為他本來是個副總退休 結果沒想到呢 他直接跳上去做董事長 月薪高達20萬 從17萬到20萬 連差3萬塊 他們都要把它往上抬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到今天呢 這個台電你在那邊漲電價 你合理嗎 你養這麼多肥貓 更厲害的是什麼呢 大家知道2015年之前呢 他是一個永和大將啊 在這種各種和能的報告裡面呢 他都是站在第一線 因為他原本是 核能發電處的處長啊 可是很有趣喔 他到2020年 升了台電副總之後呢 他開始說 哎呀你這個 核電不行啊 你這個呢 核市場這個工程啊 以前說沒有疑慮啊 就現在呢 變得通通有疑慮 做行啊 你做鬼啊 你今天國民黨執政的時候呢 你就是永和大 永和大將 到了民進黨 非核家園震天嘎下 你就變強頭草 變成反核的猛將 做人可以這樣嗎 我覺得 俊相實在下的註解太好了 這反核猛將到 所謂大將中間只有一個差別 就是有沒有舔有沒有貴 可是民進黨就有 要怎麼樣當肥貓 要給多少給多少呢 高興什麼位子給都可以 外業怎麼監督 因為我記得我們大選 打把肥貓列出來啊 痛罵啊 你們肥貓領多少 沒有宣傳 有人理我嗎 沒有啊 他們照樣領啊 這算好賺反啊 可是他怎麼檢驗其他 在野黨的時候 比方說最近什麼那個 盧葉忠啊 他只是因為幫過侯友宜 諮詢過外交事務 所以他不能夠接受 執政黨的職務 這哪裡不對 標準是這樣的 可是他就覺得你不行 你有難力 有色彩 然後呢他們自己要怎麼樣 要論文啊 要貪污啊 叫小雲啊 要怎麼肥貓啊 怎麼肥吃到脂肪過剩 都沒有關係 第二天了 余波蕩漾 持續要來關注的就是 核電廠研議考慮要鬆綁 現在 有沒有辦法一口氣搶救台灣的電荒 跟電價雙危機呢 過去不能碰的 損後通通一次炸鍋 八年來再生能源能增加的發電度數 還補不上核電減少的發電量 政府沒說的真相是什麼 是八年來 淨發電 100%靠火力發電廠在苦撐 台中人今天發難了 錯誤的能源政策還要他們用廢發電多久 我們就說錯誤的政策把台電一步一步推向破產的邊緣 二月要臨時股東會增資千億 怎麼樣也填不滿虧損的黑洞 從現在開始 政府每天在給我們打預防針 電價要漲要漲要漲 再一次臨時的人民啊 對沒錯我們這幾年大家都非常關心所謂的空氣污染這個問題 那當然行政院也核定說 我們第二期的這個空氣污染防治的這個方案呢 有定出個目標 目標是2027年的時候 全國改善到10維克 每一地方公尺是13維克 那中南部是15維克 那這出來之後大家完全有點傻眼 為什麼 因為國際標準是10維克 那你看全國13維克 但是中南部是15維克 那表示說中南部 你還是要繼續維持一個比較差的空氣嘛 對不對 你把我當四等公民嗎 沒錯 除了中南部之外 13維克超過就已經超標 對 我就要多呼吸一點PM2.58 所以中南部民眾當然就出來抗議嘛 台中市政府就說 你希望中央你不要一國兩制 怎麼全國13 我們是15的一個狀況 你看這畫面 台中不見了有沒有 對 所以我在說嘛 中南部民眾都很關心這個空污的問題 那好當然 台中市政府當然會拿出一個態度 在2019年的時候 盧羞恩就已經要求 為什麼盧羞恩民調會高 他去公開槓你的台電 他會要求說中火 你要精準控制每一年的這個升煤的這個使用量 那不容許存在所謂的10%的這個誤差值 就是誤差值都不要存在一個狀況對不對 然後當然啦 我們這個台電當然就有話說 他說你大家都質疑說 中火是這個空污的天修 他們說不是不是不是 他說而且2020年就說了 我們中火來持續在所謂的降宅減排 然後為改善空氣污染來貢獻這個心力 但是問題是 欸 空氣污染就是一定有來源嘛 那你說不是中火 那到底來源是來自什麼地方呢 所以你在台電 你在哪裡你在說什麼 是 2019年你說 盧羞恩你亂講 中火不是空污的元兇 才隔一年你就說 我們一起來為空氣品質空污來盡一份心力 是 就是空污啊 對好那我們就講 就算不是中火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幾年 我們的全國的這個發電的這個狀況 然後我們2015年到2022年 發電量是增加了300億度電 那增加300億度電裡面來說的話 很不幸的 大部分都來自於火力發電 佔了98% 所以低碳的這個電力來說 可能風力或替代能源來說 才佔了2% 然後到2023年的這個 增加了這個比率來說的話 百分之百是增加是來自於火力發電 也就是說我們這8年來 我們希望說 用所謂再生能源增加的這個度數來說的話 事實上是增加的非常有限 他們還比不上所謂非核家園 所減少的這個核電的這個用量 那我只問你一個問題 那個COP28去年 才特別關注了所謂的淨零碳盤 你如果因為少掉的核電 你必須要用更多的空污為成本 更多的火力 呼呼的發電 你不是逆著世界潮流嗎 所以我們來看嘛 事實上全世界會針對這些指標做一些排名 那你看我們這個 全球氣候變遷績效指標裡面來說話 台灣排第61名 那這個像 較以前來說的話 2024年來說 較以前 退步了4名 而且是倒數第7 你看我們是排在全世界的後段班 你要領先什麼 這個加拿大這些國家 那事實上這些國家裡面來說 你看譬如說像 沙烏地阿拉伯 聯合大公國 沙烏地阿拉伯 伊朗這些 這些國家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們很多是產油果 那我們台灣是非產油果的這個最後一名 尤其是在溫室氣體排放這個部分 是倒數第四 但是是非產油果的最後一名 所以這個我們目前為止 綠能的這個表現來說 其實在國際來說的話 是完全一個不合格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就問啊 2025非核家園 過去八年來像一塊神儲牌 碰都不能碰的一個情況之下 結果結論居然是這樣倒數第四 跟不上世界潮流的淨零碳排 這就是我們台灣要的結果嗎 好不容易在昨天冒出了一個頭 就像小草鑽出了石縫 居然核電廠可以考慮重新提案 讓他研議 那就是解放囉 沒錯 因為在新國會裡面來說的話 其實藍百大概都有一個共同的這個想法 就是說我們要提出所謂的這個 鬆綁核電研議的這個 特別是藍尾率先提出 然後我就提出說 我們要核電廠研議的這個 核電廠研議的這個狀況 那甚至侯友宜 因為侯友宜他在近他的這個 鎖匣新北市有非常多核電廠 他就說在核安供電無語的底下 他願意所謂的以核減煤這樣一個方式 然後讓我們跟進世界的潮流 然後這個節能減碳 所以他的態度來說 我覺得會讓這件事情來說 推展的時候可能會更加有力 那當然台電當然也出來說了 台電的代理董事長曾文森就說 如果你政策真的確定要 什麼以核養綠來說的話 OK啦 他說你要做出什麼 我們核安的老化的報告 因為我們核電廠目前為止 年限都已經大了嘛 你要管 你要做一些相關的報告 然後你要做什麼安全的分析 然後給核安會 那核安會通過的時候 那審查程序來說要加快 他說過去這個審查程序可能要兩年 那兩年你說兩年以上的話 那就沒有任何效益了 他說你要縮短到一年一年半 這樣效益才會提高 所以目前台電的態度是 OK你要做可以 但是也就是目前的態度 相對於以前的態度來說的話 輸隨著新國會的出現來說 他們也出現一個鬆動的一個情形了 台電能怎麼樣呢 他就是聽話照做而已啊 回頭是你給他什麼指令 錯誤的能源政策 第一個台灣會電荒啊 沒電荷用你要怎樣 第二台電一步一步被推向破產的邊緣 你沒看從大選完到現在 每一天政府天天給我們打預防針 店家要漲 店家要漲囉 為什麼因為目前為止 台電的財務真的非常糟糕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台電的資本是4815億 但是因為他持續的虧損 目前的累虧是3826億 就是在虧個幾 1000多億2000億以上 他就出現一個資不抵債的一個狀況 可能公司財務會面臨非常大的問題 雖然他今年的2月23年要召開臨時股東會 就說我們增資 那增資來說的話 他應該是一個私募的方式 那私募方式要誰來私募 他賠成這個樣子 當然是由我們經濟部來認購嘛 那經濟部認購的時候 就認購進來補錢進來 讓你的整個營運狀況不見得出現破產的狀況 但是就台電來講的話 因為去年也是虧了1900多億 所以如果再繼續虧下去 我們投災都填進去都是黑洞 所以他目前會指台電有說 台電就說 我們電價要調漲3%的話 我們今年還是會虧1887億 所以等於是說 你還是會虧 那還是會虧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你有敢大幅的調漲嗎 那大幅調漲之後 恐怕我才說 電價你讓他這個台電沒有破產 但是問題是 澎澎口爆會起來 我怎麼這樣說 我們知道去年4月的時候 不是剛把我們的這個產業界 還有大戶的用電 還有我們住宅用電都調漲對不對 那調漲大概之後 沒想到從5月開始 你看第一波調漲是什麼 我們可能每天都在喝的 什麼清新服務犬 迷克夏 五十染等等的 芭蕉飲料店 全部都開始漲價 然後漲價5到10%左右 然後緊接下來的話 拉麵店 去年7月的時候 鬼經棒的拉麵店 他也開始調漲 每年調漲這個 約莫是10塊到20塊左右的一個數字 所以你要講嘛 你救了台電 但是又會可能會引爆 所謂通膨的這個壓力 所以你要救哪一個呢 我覺得這就是目前為止 新政府可能面臨到的一個最大的難關 觀眾朋友 電價這一題一點都不難 你只要想到千成你我裡面的 摳摳 荷包裡的錢 這怎麼會難呢 來 我們請秀林帶我們來分析一下 就是說今天為什麼台電會走向破產 因為購電成本 購電成本為什麼越電越高 有一部分就是因為綠電 王宏威今天就說 他當一年的立委 跟台電要那個20年的 躲購價格 跟光電廠的躲購價格 要不到那個合約 幹嘛怕人家看呢 凡是合約都很神秘 從高端大家就知道 那不只是高端合約大家看不到 現在是光電合約大家也看不到 那這20年的躲購合約裡頭 到底跟這些光電廠商談了什麼樣的條件 這條件當中是不是有非常不平等的條款 這就是立委 要幫人民監督政府 勘警荷包的工具跟工作嘛 不然他去上班幹嘛 他去立法院上班 就是要幫人民勘警荷包 但是呢勘警荷包 他要跟這個台電要合約 到底有沒有簽的不合理 你到底有沒有把非法的利益 輸送給這些光電廠商 這些綠油油蟑螂們 那台電沒有辦法把合約交出來 那高端合約說 有這一個高科技啊 這個新冠肺炎的疫苗 怕會有這個商業上面的這個問題 要保密 要保密30年50年 那我的光電合約這件事情 總不是有任何的機密了吧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大的問題 那電價這個問題 其實在台灣現在是沒有解的 我20年的躲購合約我已經簽下去了 我要付多少綠電的成本 我已經簽下去了 所以綠電這塊的成本 你現在說要回溯以往 把這些規約都廢了 這基本上是不可能 我在海上蓋封電的已經蓋了 太陽能板 該鋪的都已經鋪了 這個要違約毀約很困難 但是大家還是要有知的權力 要知道你過去到底做了什麼上下其手的事情 未來不要再發生 所以回來核電廠研議的這個狀況 在立法院裡頭 現在在野黨聯手 是完全能夠主導能源政策的 所以台電會有這個鬆動 當然也是看到這個趨勢 所以賴清德如果要讓他的新政府 能夠順利推動政見政策的話 他在這個方面恐怕也是必須得妥協 易修你怎麼看 2025年剛才修蓮姐其實講得很清楚了 你的核電必然要調整 所以我覺得新的政府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坦誠的去面對自己過去所定下的錯誤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事實上我們台電遇到的是所謂的結構問題 是整個戰略問題 前面噴錢 前面噴錢 為什麼 你的這個天然氣質 甚至不跟俄羅斯買便宜的 叫什麼叫民主價值 這是兩個最大的問題 最後我講一下 我們剛才這個世聰哥有提到說 這個所謂爭資的問題 我跟大家講 爭資你不要看是台電全部交由經濟部來買單 但實質上 因為他事實上是個私募 事實上他就是在蒸發錢 就是我們俗稱的放水 而放水的最大結果是什麼 就導致市場上的熱錢更多 更多是怎樣 就是所謂的物價會上漲 所以物價不單單只會在電價的方面去反應 他還有這1000億的隱性的放水 還會再噴更高的一波 所以其實他整個下來 最終承擔苦難的還是我們老百姓 那新的國會承擔非常大的重任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一直說要政黨輪替 他的真諦在這裡 讓我們的真相噴出來 那我們的政府這個船大會掉頭 老百姓才會有好一點的日子 我們常說錯誤的能源政策 所以一步一步導致台灣缺電 台電破產邊緣 二月份台電的臨時股東會增資千億 但也填不滿虧損的黑洞 賣越多賠越多 為什麼 除了節節高深的燃料成本 還有昂貴的綠能 王洪威就說了 他在立法院當了一年的立委 要跟台電調閱20年的光電盾售合約 還有對象是誰 台電就是不給看 怕什麼呢 如果光明正大到底在遮嚴什麼 剛剛俊相講說錯誤的政策 我跟你講其實如果錯誤的政策 有被發現及時修正 我覺得都還好 最可怕的是錯這個政策 人家跟你講說可能有問題了 你還不改 我跟你講那才可怕你知道 我們現在回來看 台電的代理董事長曾文生 他就講說今年電價 因為大家在很擔心 講說電價是不是又要漲或幹嘛 他說如果電價漲3% 對民眾來講你就是要漲價 他說不好意思 如果漲3%的話今年估計虧損 還有1887億耶 這些虧損你要怎麼給他補灰啊 你搞了多少年虧損一直在增加 一直在增加 你現在要過年了 你叫大家怎麼辦嘛 結果呢 現在大家都講說 那如果是這樣 還擔心電的問題啊 他也講說 核電廠演繹這件事情啊 台電會備好法案審查 因為他講法就是我送到立法院嘛 給你們去審嘛 我接下來就看立法院啊 跟你行政單位該怎麼做 但我也講啊 行政單位才是最後在那邊做決策的這些人啊 所以現在大家很好奇就講說 如果你今天台電一直在虧損虧損 既然台電是歸國家在管理的 那你告訴我到底虧損的原因在哪裡 那就很簡單嘛 你的成本拿出來我看一下 結果呢 國民黨立委王鴻威啊 他就說他最近要跟台電掉月 這20年來光電短購合約啊 那這個所謂短購的意思是說 我大量跟你購買的這個一個狀態 那因為你長達20年 那不然這樣你拿來我看一下 結果呢 台電方面不給就是不給啊 那結果你只能再往前回推你知道 就大概有一些過去有些數字的這個時候 他就告訴你講說 2010年的時候 我們光電短購的費率 大概是在11.75塊左右 那你就會發現到說 等一下如果我一度是11.75塊 跟我現在的電費感覺上差很多 我成本這麼高 我今天收進來的錢這麼少 不怪這個所謂的那個虧損啊 現在一度三塊錢 所以這個都還是推估喔 2010年11.75 現在是多少 不知道 不給看 不給理解 這是另外一個高端嗎 那問題就回來 是我台電影本身也有自有發電啊 你為什麼在光電短購的這件事情上 搞到這麼貴啊 有這個 南偉啊 國民黨這個立委 就公佈2022年啊 我們所謂的儲能得標 那我就講啊 其實電力是這樣 他不是發電之後立刻就用 我們還是有一些儲能的這個設備 結果呢 當時儲能得標的這個廠商 一度電的費率是9.59塊啊 那我們就看到說 如果以這樣子的話呢 如果做光電廠的部分啊 你真的很好算你知道嗎 為什麼 你的成本如果估3000萬的話 用我現在跟你買電的這個價格 基本上廠商7年可以回本 那我們也知道就是說 賠錢的生意沒有人會做嘛 對不對 那他一定要有一點利潤 但問題是你的利潤 如果建築在我的虧損之上 那這種生意 你要怎麼去跟他簽呢 結果現在初步算起來 光電廠商毛利率 大概可以達到21%啊 哇這盒子你口中的一點利潤 那好幾點在這裡21% 好甜啊 21%我們不要算多少 大家算一算 你現在存在郵局跟銀行裡面的錢 利率能有多少 你就知道這個有多麼的 讓人家覺得瞠目結舌 殺頭的生意有人做啊 結果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在講說這個 綠電的這個鈍購 能源署之前有公佈2024年的 綠電鈍購的這個費率查 他說了我太陽光電每平均的費率 因為剛剛前面你們推估什麼 11塊多啊 那個太高了 他說不是啦 太陽光電的部分 現在特別強調光電 他是只有每度是4.4801元 那你4塊多 感覺上跟前面的這個 所謂的11塊多 沒那麼貴啦 沒那麼貴 我告訴你不對啊 為什麼 因為我這個是我去跟綠電鈍購 意思是我跟外面的廠商買 不是我台電自發電 可是以台電自發太陽光電成本 大概每一度是3.98塊 那我平均電價到目前為止 平均每一度大概是3.1154元 3塊1左右 那結果我今天跟綠電去買的時候 我得花更高的價錢 是4塊多嘛 所以我永遠在做都是賠本的生意 買越多賠越多 講到這邊你大概就可以理解 1800多億是怎麼來的 你知道嗎 而且這也是漲價過後 如果你沒有漲價的話 那個錢要虧得更多 好現在問題就來了 其實我一直在講 我很討厭我們之前修這個電業法 因為修電業法 你應該是說我如果支持綠能的 或我支持什麼樣的 我今天跟他買 那我成本 因為我支持這個理念 我成本就稍微高一點 就我自己要去自我吸收 可是我們當時在電業法修的時候 最後回到大水庫 也就是說我不管你用什麼方式發電 所有的成本我都不管 進到我台電的水庫之後 我就用統一的電價給大家 那你就等於綁架了全民 大家共貪嘛 所以現在有人講說 如果你今天贊成綠能 你贊成再生能源 那你廠商願意走這塊 我們要鼓勵他對不對 你去買啊 那成本你就去買 結果綠色和平 綠色和平他長期其實都在推動 這個所謂的綠電的部分 他們也發現到說再生能源根本供運不足啊 我們以目前再生能源來看 只有5.6%能夠供應 這個所謂的企業取得 那結果你現在講說 那沒關係啊 你如果自己要去買電 你就去跟這些所謂的 這個綠能發電的這個廠商去買 結果發現到 購電成本也是非常高啊 為什麼 他說你轉工平均的單價大概是5塊7左右 如果是平證大概要到7.75元 但問題是啊 我就講啊 那我跟台電買就好了 反正你台電是大水庫啊 我幹嘛私底下去跟這些廠商去買 我買了我要花更多的成本 那反正同樣的 我也是覺得說我從你大水庫拿出來 我覺得我是綠能 反正隨便你怎麼講 你說你是什麼就是什麼 成本的東西就導致到 台電永遠在做虧損的生意嘛 不只有發電喔 現在就連我們最在意的房價 居然也受到了它的衝擊 你要知道房子的骨肉水泥啊 鋼筋啊 都是高耗能的產業 如果排碳淨零 這樣給公路到的成本一定高 房價怎麼降得下來啊 你剛剛講到排碳這件事情 其實就關乎到最近大家國際上 非常討論叫做碳稅的這一塊 其實我們人啊生活啊 其實食衣住行娛樂 都會跟排碳是有關係的 就連你吃肉 大家都會講說為什麼人家去推動速食 因為你吃肉 也會再造成多少的這個碳排放嘛 可是你剛剛提到了 像我們一般來講 你如果要促進這個 國內的經濟生產的話 有很多就是要擴大內需 擴大內需 基本上公共建設 或者是所謂的房地產的這些東西 都是擴大內需的一個狀態 但問題就回來 你知道 亞興國際的董事長姚蓮蒂他就說 他說現在有很多東西啊 其實建商不是代表就是說我今天房價不願意降 因為我有太多的成本 是我一直不斷的高漲 包含到地價 造價 還有呢我的稅付 甚至連缺工跟碳稅這五件事情 你通通都要我這個所謂來吸收 我這些成本都不能降 而且你一直不斷的增加了這個狀態下 我的房價當然只能一直往上升 根本沒有什麼下跌的空間 你知道嗎 所以這件事情回到最基層的消費者來講 他當然期望是 政府除了打房之外 你去搞的限制我一大堆 你還不如從源頭給他進下 你知道房仲全聯會2024購物計畫民調裡面 居然有48.5%的民眾認為說 政府說要打房抑制房價 他們居然說沒有啦 我告訴你啦 將近五成的人認為是 你房價接下來會再漲5到10%左右 甚至呢之前才傳說什麼 台積電不是說要在嘉義這個地方設銀奈米廠嗎 我們昨天還在節目裡面講說 哇這個會促進到很多 可是這一促進進來的時候 你知道當地的民眾就發現到 他的房價開始在漲 他說透天處的這個所謂總價 因為我老實講 就嘉義這個地方 比較少是這種高樓大下行的 很多都是這種所謂的這個透天啊 或者是這個所謂病聯式的這個助長 他們就說這個總價從1110萬 已經開始漲到1250萬 意思就是說設廠的計畫一出來之後 開始就漲價了 那這一漲起來的時候說真的 你要真的有錢你才能買 你說我沒有錢我再等一等 我跟你講你越等越買不起了你知道 所以全台整體的空屋的這個數量 我們給各位看另外一個數據 2023年的上半年全台空屋率 是9.33% 對啊你把空屋逼出來 不就房價就有可能比較平穩了嗎 這是另外一個角度啦 但另外一個角度是為什麼空屋會逼出來 因為空屋逼出來是沒人買啊 買不起啊 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看啊 2023年上半年是9.33 2022年下半年比他之前還要再增加 結果現在大家就講說啊 我剛剛提啊 你如果現在有錢趕快去買房 沒錢的 我跟你講你再等你就更買不起了 因為有一個女網友她就說 她說她存了300萬 想在北屯區這個地方買房子 結果沒有想到 從她開始看到這個房子的時候 她覺得說我要存喔 存頭款嘛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有這個 所謂的房貸比例嗎 那我就存頭款 她說沒關係我現在沒錢 我就慢慢存 結果等到她存到這個300萬的時候 房價從600萬漲到2000萬 因為存越買不起 如果600萬的房子她要存300萬 那你告訴我2000萬她要存多久 所以她就想說 我今天這麼努力辛苦 為誰辛苦為誰嘛 到最後我還是一樣買不起 那你就知道 為什麼到總統大選的時候 這個房價的議題 這麼多人關心 可是關心歸關心啊 政府的政策如果拿出來 是沒有辦法執行的 對人家沒有幫助的時候 你就知道民怨有多深 好 鳳欣為什麼20年的綠電 短購合約 欸 王洪威要了一年要不到 怕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強勢啊 如果說真的拿到了這份合約的話 背後很多的蹊蹺 會不會就被揭穿 我現在提醒大家 就台電的虧損 當然我不敢講說說 國際燃料價格的上漲沒有影響 這確實是 因為不管是油啦煤啦天然氣 確實在過去這兩三年 價格是上漲 但對不起過去這幾個月其實都已經回到了2022年 這個俄烏戰爭發生之前的水準 不管是天然氣的價格或者是油價 那但是我們來看說台電的虧損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跟民間購電 你跟外面買電 每一度電都要比你自己的發電還要來的高 就你自己的生產成本其實是比外面來的便宜的 那你說外面的民間機構要賺一手 我能夠接受 但是有沒有合理的利潤 你要知道太陽能的成本是一直不斷的快速的下滑 那下滑的速度 你可以視為另外一種反向的摩爾定律 就是每兩年大概就會減少個一半 這樣子的速度這樣快速的下滑 所以現在光電的成本已經低到一個不行了 可是台電還是用相對比較高的成本 二十年我是不是都是很高的成本 這個是我們要問台電的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就已經預測到 技術的發展還有材料的這些發展 會使得你的光電成本不斷的往下降 可是你那時候會不會高高的都定了很高的成本 就到底這裡面的私鄉售售 為什麼綠電變成了好生意 你知道最近現在更誇張的 他們要去發展儲能 一度九塊錢 我告訴你更可怕的 下次我只要想到現在一度用三塊錢的基準 去看那個九塊 真是可怕 不過你怎麼看 台灣的平均電價三塊多 但是跟外面廠商買風電光電的價錢都非常高 甚至double都是出現的狀況 但問題是如果買起來民眾可以接受 或者買起來所有的資料是透明的 那你就罷了 但問題是我們現在光看一下台電的一些報表 2023年虧損了一千九百多億 到目前累計虧損將近四千億 而且今年度可能還在虧損一兩千億 所以這已經不是補不補錢的問題了 你永遠補不出來 所以問了台電那怎麼辦 應該如何才不會虧 他們的數字算法是 可能一次要調整五六成 不是五六趴 要調整五六成才有機會打平 但因為五六成太多了 所以他目前的評估 希望能夠爭取今年度的電費 調漲25趴就好 調整兩成五 或者是說同步也可以向行政院 來爭取撥補一千五百億 來協助台電 為的目的就是 將電價漲幅壓低一點 我真的覺得這自欺欺人 因為不管是哪一種方式 結果還是用了我們納稅錢 還是用全民的錢來買單 照樣還是我們民眾 台灣的電價真的相對便宜 但便宜的原因 大家不想過是為什麼 是因為之前大概有15到20% 是用核能發電 所以才能夠勉強的壓低 所謂的發電成本 而如今蔡英文意識形態 強推2025非核家園 短時間大量的購買 簽約綠能的合約 以及綠能的產品 風力發電基柱買一堆 我們的太陽能板 到處都是 這些錢 當然都會讓我們電價 短時間暴增 因為你必須要負擔這些費用 而且不要忘記 漲電價影響的 不只是我們一般經濟民生 高科技也影響很多 我順便舉個簡單的數字 台積電 以台積電為例 它的用電量 是佔全台總用電量的7.5% 目前 它推估在2025年 預估會佔全台灣總用電量的12% 這個數字大家可能沒有感覺 報個數字 台北市的總用電量 是全台灣的6%多而已 台北是全台北市 一年的總用電量佔6% 也就是說 2025年 光台積電的用電量 可能會台北市的兩倍 也就是說 電價如果你漲1%2% 可能台積電可以接受 你漲25% 我不跟你開玩笑 這真的會爆掉 因為目前台積電 預估 以現在狀況 一年的電費大概40多億 如果暴增到12%以上的時候 可能會是 那我就可能將近百億的這些金額了 當然台積電 負不負起 我不知道 但其他的科技財源 負不負起 就不知道了 這真的是很嚴重 所以我只能講 好的能源政策 會讓整個國家進步 但是錯誤的能源政策 真的會拖垮整個國家的經濟 對 那就是 有些人在說 那些人在說 有些人在說 我可以接受 亂說 都是 我跑到 在說 那些人 市場